以传统我们小时候长大 所谓的雕塑 作为一个完整的东西 要四面平衡 在那边永久摆放 但是以1969年开始 这个干液艺术产生之后 其实雕塑不一定是要永久摆放那边 雕塑是一个可能几分钟 几秒钟几天 我的名字是林隆星 林隆成 我是这个作品的作者 在那个时候我要表达这个作品的设施 我用一个新的材料 塑料袋 我们用塑胶之前 我们是用纸张或者麻袋或者布 来装东西的 所以肯定的塑料是来期待我们新的生活 当时因为我很注意周围环境 我所看到的一些物质 那么我会用那个物质来进行创作 做一个艺术家的创作主要是眼睛 你对旁边发生的事情 你有那个慧眼 去找些每一个材料 通过头脑去创作 才表达成一个艺术品 然后由你眼睛看了之后 去决定要用什么工具 我觉得这位艺术家我们享受那个过程 从一个概念到工作 创作到完成 我们享受那个过程 从一个概念到工作 这位艺术品 您只会用这个工具 设计创作